为了将资源集中 避免过多检举案件造成人力分散 劳动部于今年4月取消了劳动检举奖励金 运用到这个比较高风险的工地去做一个检查 民众的检举有高达7成的案件 店家确实有违规 奖励金取消后检查的效益目前还无从得知 治安署的意思应该是说 虽然这个通报就是检举的取消 可是他们的所有的劳动检查的量能是不动的 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检查了多少场次呢 现在仍然会做 这一次的奖金取消我个人不是非常赞成 因为就全民督工来说 他还是能够发挥他部分的一个效果 而且过去看起来效果可能还是不错的 安全卫生的检查员长期数量不足 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 无论有没有检举奖金如意不法业者 还是应该勇于检举才能有效保障置身权益 中正一报 陈又轩 林场志 嘉义综合报导